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很多人都有眼睛干涩 视力下降等问题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生活中的两个好习惯 帮你缓解眼部疲劳 缓解视力下降 1.定期休息眼睛 大家在平时用眼的时候就要注意 用眼20分钟左右就要稍微的休息一下 闭眼或者是远眺20秒左右再继续用眼 这样就可以减轻眼部疲劳现象的出现了 2.选择较为温和的用眼环境 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护视力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的电脑显示器 调整到合适的亮度 大家在看书的时候也要尽量的避免环境过亮或者是过暗 这样的环境都会造成视力的下降 除此之外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含有类胡萝卜素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呢对于视力的恢复都有很好的帮助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狗尾巴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那我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用它来编一些小动物或者是用来逗人 那这种草大马路上随处可见 所以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其实狗尾巴草是一种中药有很多功效 第一狗尾巴草可以清干明目 如果你有肝火旺或者是视力下降的情况 就可以用狗尾巴草熬药或者是熬汤 这样就可以帮助把肝火降下来 视力也会慢慢的变好的 第二可以清热降火 尤其现在夏天动不动就爱上火的人 或者是有口腔溃疡的人 都可以用狗尾巴草熬药喝 可以帮助清热降火 改善上火和口腔溃疡 第三可以解毒利尿 那除了上面两个作用 狗尾巴草还有解毒的功能 就像我们经常出去吃小摊和烧烤的 体内就会堆积很多的毒素 那这个时候用狗尾巴草熬药喝 就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而且对于平时小便困难的人 用狗尾巴草也可以利尿 那看这小小不起眼的狗尾巴草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功效 只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那狗尾巴草虽然好 但是使用之前最好还是要问一下医生 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身边有很多比较年华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都属于多糖类 对人体有很大的益处 可以清理肠道抗衰老 还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食物吧 第一种木耳 木耳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食物 它含有的蛋白质比较多 所以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而且木耳还含有胶脂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而且还能够润肠通便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吃 第二种香菇 香菇可是菇中的黄厚 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 所以能够健脾开胃 对便秘有一定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呢 香菇还含有香菇多糖 可以抗病毒抗肿瘤 调节身体免疫力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第三种秋葵 秋葵可是一种高档 营养保健蔬菜 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秋葵脆嫩多汁 润滑不腻 还有丰富的黏性糖蛋白 维生素和可溶性膳食纤维 经常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保护胃黏膜 还能起到降脂通便的作用 但是建议大家切秋葵的时候 最好不要切片 要保持秋葵的完整 这样才能保留秋葵中的营养物质 尤其是里面的粘液 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像这些比较粘滑的食物 最好是用凉拌清蒸水煮的方法 最好不要用煎炸烤的方式 还有就是 这类食物不要用水过度的清洗 要不然会去掉食物里的粘液的 最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 早上起床后感觉嘴巴又干又苦 而且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如果刷牙之后还是无法消除 就小心四种疾病了 第一干火旺 如果除了口干口苦口臭这些情况 还有爱生气 睡眠多梦眼干的情况 就要小心是干火旺了 那么想要降干火 可以用菊花泡水喝 第二有胃火 如果身体还有口渴 鸭鸭出血身体发热的情况 就可能是胃火导致的 就要轻胃火了 可以喝点蒲公英茶 蒲公英不仅可以去胃火 还能够改善胃部炎症 有很好的保养胃部的作用 第三肠道堵塞 如果还有便秘和出现色斑的情况 就要小心肠道堵塞的问题了 这时就可以多喝点蜂蜜水 蜂蜜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能够帮助疏通肠道 第四口腔疾病 如果是有牙银炎 牙周炎 牙结石 取齿的 也可以引起口苦口臭的情况 那这时就要多注意口腔卫生了 平时要多漱口 多刷牙 还要定期洗牙 如果有口腔疾病的 要及时就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